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课在那里 同同学玩都在那里 究竟理想的课室有什么元素呢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教学需要 但是不变的是我们都会学读书识字 学做人 学怎样成长 随着社会发展 由天台学校到现时的后千禧非标准设计校舍 学校的建筑设计经历不断的演变 现时普遍的中小学都会有24至36个标准课室 每个课室接近720平方尺 一个正正方方的房间 怎样可以变身成充满趣味的学习空间呢 Thomas是这间后千禧小学校舍的总建筑师 他很注重大自然和学习的关系 他最希望的是课室里面的每位同学 都可以在自然之中享受学习 吸收知识 上世纪一个很出名的建筑家叫Louis Kahn 他说教育原生是man under a tree 即是说在棵树下面 有一个人是说他的经验 让其他人知道 但是他说的时候 不知道他是教育其他人 听着的人 也不知道他是学习man under a tree 但是当有一个表现 是有一个平台 开始真的有教育模式开始了 从课室的内到外 Thomas都会考虑每一个细节 令空间更加通透和开放 创造辽阔的视野 增加启发性 我觉得班房不可以是一个合理 班房应该是可以跟外面 自然光连接 落地玻璃的好处 他就可以看到不同外面的空间 在外面如果是有树各方面 融合在一起 这方面我觉得是对学习是好的 为什么不可以在一个充满自然环境 学习呢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比在一个密室学习 在设计的时候 建筑师会令到每个课室都充分采光 而由于学校的位置 和高楼层的住宅很接近 有一面会被大厦遮挡 Thomas就巧妙地为这些课室 设计了不同层次的垂直绿化空间 将自然引入室内之余 同时增加私隐度 我们用了一些爬长库 一路路可以爬上去 会令到整个垃圾会绿化 而且我们也加上一些竹 竹的好处就像一个屏幕 光线对班房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自己也希望日光之下看书 因为人和自然实在分不开 贯设简约自然的设计风格 建筑师以灰、白作为主色 外墙、窗框都用了无添加的 原色清水混凝土 创造出不同层次的视觉效果 而配合红、黄、蓝、基本色调的 大门和碧布板 就令到空间更加跳跃生动 我觉得设计在学校 最重要是在班房里面 如何促进它的专心和创造力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创造力是每个人 每个学生 是与生俱内的权利 其实我们的课室空间 比一般传统的课室都大 尤其是我最欣赏的 就是黑板前面的一个空间 同学可以进行不同类型的学习活动 在课堂上 例如一些小组会报 一些角色版演 希望这些活动 就是课室这个设计 我们好好地运用它 让它成为学生的一个小舞台 让他们在课室里面 都能够建立自信 提升他们的成就感 有时有一些课堂活动 例如数学科 我们都鼓励学生去走出课室探索 例如学到一些课题 是要学习量度面积 或者周界 我们都会带小朋友出到课室 拿起滚轮去量度距离 我们在量度这个草地的面积 我最喜欢所有地方 因为各个地方都很好画 我喜欢外面上课 因为在外面可以有更多 不同的学习方式 当学习空间可以内外结合 同学的思维 就会变得更加疗阔 更加活泼 而在另一间位于长沙环的小学校舍 建筑师Billy 也将自然的元素注入校园 令课室内外的空间 产生微妙的关系 这间学校有三十个课室 我们将其中二十个课室 就放在课室楼座上 最开阳的景观 而且它也是对着一个东南的位置 变成了两边开窗的时候 通风就会做得非常好 另外那十个课室 就放在特别楼层上 都是向着一个西南的位置 其实夏天吹南风 两边的通风都可以做得到 我们在每一间课室内 都很宽敞 我们也很想给他们的感觉就是 其实学习 不一定一定只在课室里面 其实他们可以延伸出去 他们可以在外面每一个位置 都可以去学习 这个就是我们想给他们的感觉 这些课室楼层的一些开放式的走廊 都是对着一个内缘 而且譬如Sanby Hall 就是那个礼堂的露台 又或者其他这些俯瞰式的平台 甚至这些班房的大玻璃窗 烫窗 这些长凳 全部是向着一个内缘 我们很想做到一种凝聚力 这个课室楼层的开放式走廊 我们就滲入了一些多用途 场地的面积在里面 所以走廊是比一般的走廊 再宽阔一点 这个好处就是 就算夏天有太阳光射进来 都不会直接射进去课室里面 也可以减低课室的冷气容量 第二个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在外面就设计一些这样的长椅 变成如果我每一个课室 开了这些大烫窗的时候 内与外就可以有更多的互动 至于课室的设计 左右两边都做了很大的窗 一些烫窗或者一些隐瞒的窗 这个好处就是 当我在课室里面 都很容易看到 长沙环游乐场那边 那些大树的成长 就算我看回来源那边 我都可以看到我那条弧形的波道 看到那棵我们保留下来的大熊树 我们就很想令到这种内内外外的联系 就做到出来 另外我们也都可以令到课室增加那种通透性 令到它看上去更加很轻身的感觉 其实在设计上 都有很多细节要注意的 同学谈的时候 譬如他们很想学生有个自主性 有些东西可以他们自己去控制 所以你看到我们将一些风扇 或者电锡就放了出来 给学生自己去控制 那冷气仔我们就收到在柜里面 就由老师去控制了 那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你看到一些矮的宝柜 或者后面那些书包柜 我们都全部没有门的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校长都分享了一个很好的故事给我们听 曾经原来那些小朋友很喜欢 是将东西塞在柜里面 就忘记得拿的 那书保是小 曾经试过就是他们将这些水果 放在柜里面忘记得拿 过了整个假期之后 就烂了又发臭了 所以学校那方面 就很不想柜里有些门在里面 课室里面的设施 不单只考虑到小朋友的学习需要 建筑师也透过窩心的设计 在日常生活之中 为使用者带来更多方便 我们的课室其实彩光度很高 所以左右两边基本上全部都是玻璃设置 一些大的窗口 就刚刚很方便老师 又或者我们送饭的依依 去进行一些运作 减少对小朋友的影响 大概十二点半左右 我们五船的依依 就会把饭送进课室 以前我们一定要开门 然后把饭放进去 然后又出回来 但是现在这些很简单 只需要在一个大窗 把饭送进去 然后就可以离开 对小朋友减少影响 这一间学校有三十个课室 其中一个是戏剧室 就是没有桌子没有桌子 随意做创作 创意和想象力在戏剧场上都很重要 一个灵活的空间的运用 其实除了让它们有一个肢体上的大解放之外 其实也很帮助到在思考上 和它们可能在创作上 因为它们可能空间大一点的时候 它们可以做的形体的动作也多了 合作的机会也多了 就像可能今天的课堂那样 它们可能要幻想自己一棵树 如果一个灵活的空间 如果它们有一个更大的空间 一个斑坊的话 它其实那棵树不一定向上生 它可以透过空间 让它们有不同的幻想 例如向旁边生 或者可能会不会 那棵树生长得没那么强壮 或者健康 它可能生的时候永远是向横幻生 或者越生越矮都有可能 所以其实空间上 会让它们想象的程度托阔 而且可以让它们多一点想象的空间 开始, 越生越多, 越来越透盛 理想的课室环境 可以直接提升小朋友的学习质素 所以建筑师Jacqueline 特别注重课室的设计 这间位于屯门宿管辟的小学 充分利用了自然环境 配合校内的环保设计 希望将班房变得好像家企一样 那么舒适 我觉得设计的班房 令到小朋友享受学习 是相当重要的 甚至可能影响到 他们未来的学业成绩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学习空间 会令到学生品行、性格 甚至乎学业成绩会有升华 这间学校有三十个班房 我也放了很多心思 譬如一些长生的柜 还有放书包的一个开放式的柜 加上相当阔的长 也可以用立一个很长的碧布板 也是勿尽其用的 其实我们将货室带楼 摆向山的一旁 就远离了公路的一旁 这样做法就可以减少噪音 对学习的影响 加上其实对着山的一旁 视野更加好 而且看上去都心旷神异的 这个班房其中的特色 就是我们做到对楼窗 你看到向着走廊那边 就是一些玻璃烫门 另外对着工作平台那边 就是一些落地的烫门 他们不开冷气的时候 其实开了两边的窗 其实做到很通风对流 这方面是其中一个环保的措施 我很高兴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工作平台 因为第一 这个工作平台其实引入了很多天然光 令到老师和学生 就好好利用这个窗边的地方 做到一些很舒适的阅读的原地 这个吧桌是给我们休息的地方 我们逢小试就会去那里玩游戏 画一下画 我觉得我的学校很漂亮 之后很舒服 我回到学校也很开心 除了课室里面 其实课室外面的空间 建筑师都很细心地考虑到 走廊的长灯 为小朋友带来一起沟通 互动和休息的空间 而课室两边的玻璃窗呢 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 他们会在上面写情书 有很多人写的 很多科研老师都可以一起写的 有很多这些字 这里会写古典笑话的 有很多老师一起写的 你看 这些具体很温暖的 其实 在建筑小学的时候 为小朋友提升学习趣味 是设计的重点 而对于中学呢 为年轻人创造宁静 以具可持续发展的学习空间 就更加重要了 在这间位于启德的中学 整个校园都采用了 环保建筑概念 为了提升采光和通风的效果 建筑试造 将教学设施 分布在平台上的四个楼座 而有别于传统学校 将课室一致排开的设计 它将课室分开摆放 进一步提升环保哲能的效果 这个设计 其中一个特点就是 我将两间盘房面对面地放 其实它前面的走廊面积 拍完之后 我就可以其实是很阔 而且它是不会撇到雨 还有一些牙外面积 甚至提供了一些储物的装置 每个群组 那几间班房的组合 也不是拍到密切 就是隔开一点 四面都通通 和标准校写班房很不同 除了白板那边没有窗外 三面其实也是可以开到有窗户 因为向南的太阳 就会较高角度射过来 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些 打横的挡洋装置 就会较有效地 可以令到天然光 可以进入太阳 也不会太热 而向西和东 因为有西斜 一些垂直的窗户 就可以让天然光进入 但又不会太多的热力 进入这个班房 如果是向北那边 其实就不需要太多的挡洋设施 如果真的不开冷气的时候 其实也是非常通风 因为这个也是中学 所以我们的用适方面 也是比较朴素简单 其实最重要是给予它专注力 用的物料也要带出环保的信息 其中一个物料 譬如是天花 你看到是用一些木渣 一些环保材料 就是制造了吸音板 灯光装置其实也有运盒 有LED 亦有一些我们称为T5的光管 如果我们有很多阳光进入 其实我们是无需开不多灯 所以我们其实做了灯光设计 是分了不同的区域 也有一些装置 如果有太多阳光进入的时候 其实边缘部分会关掉 有些地方其实我们就加了一些 小型的室内庭院 增加那个绿化的感觉 我们都尽量采用一些物料 是可以减低日日的维修的 那些物料是 如果譬如是有颜色的 那我们都会尽量用一些瓦製 那就不是用油漆 因为如果晒到的地方 太阳光接触到的地方 其实如果是油漆就很快 可能几年之后就要游一游 我觉得就是外面那些景色 就像蓝天白云 很令人放松的 可能上课的时候 有点点眼睡或者累的时候 也可以望外面看看景色 然后就可以快速地投入我们的学生 最欣赏我身后有一条白色的柜 其实这个柜好像平平无奇 但其实里面除了可以安装我们平时的一照 例如书、老师的作业 其实里面也有一些隐藏的东西 可能是我们老师会偷离室的风筒 下雨天或是很多可能收拾了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用这个风筒来吹 其实这个柜都安装着很多老师的爱 还有老师到我们的保护在里面 中学的科目很多元化 所以除了课室之外 实验室也是重要的学习空间 部分的实验室用了可以移动的桌椅 增加运作上的弹性 建筑师也将多个实验室打通 令老师准备教材都变得更加方便 而为了进一步实践环保概念 学校设有相关的实验室 我们希望同学感觉到自己这间学校 和其他学校不同 让他们感受到 什么是正确的环保建筑 环保建筑不应该是 靠大量的基电、空调 原来利用设计一些很基本的环保概念 已经令到环境自然地舒适 灵活的教学环境 可以令学习变得更有趣味 建筑师利用不同的设计元素 创造了各有特色 以具启发性的空间 在使用上 当我们都花多一些心思 其实小小的空间 都可以有无限大的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